哈喽哈喽哈喽大家好 今天风和日丽 是一个聊天的好天气 通过前面的视频 我发现大家对于养归的小技巧特别感兴趣 那我们就秉持着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的风格 千万别嫌我话多就行 当然了嫌弃也没有用 先来聊一聊好多人问我关于晒背灯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了解晒背灯的用途 晒背灯是针对好多养归的朋友 归刚放在了阳光完全晒不到的地方 我们知道除了少数的归比如说淡归以外 大多数的归都是晒背爱好者 因为首先归的消化需要一定的温度 其次晒背有助于归对钙质的吸收 以及紫外线有一定的杀菌功效 了解了这些以后 我们就知道晒背灯需要提供热量和紫外线 众所周知灯耗在点亮的时候自然会产生热量 我们主要来聊一聊关于紫外线的问题 紫外线大致分为UVA UVB和UVC UVC由于穿透能力特别弱 所以就忽略不计了 UVA的主要用途是什么 对就是让皮肤晒黑 所以晒背灯我们一般选用的是UVB等 所以我们主要来聊一聊这个B 我们知道促进钙质吸收主要依靠的是维生素D 维生素D主要靠的就是UVB的作用 我看好多朋友用的都是某宝上特别便宜的那种UVA灯 那功效基本就跟家里的灯泡没有什么区别 而据我所知 大多数便宜的UVB灯也产生不了什么中波射线 要想真正购买一个有用的UVB灯 据说有一个品牌叫做西锦 这是一个养爬虫的大佬告诉我的 哎 先找一个背锅的 如果没有用的话大家都去骂他好了 而这种晒背灯的价格还是挺高的 你们现在知道阳光的价值了吧 但是无论什么高科技都比不了自然光 大自然才是无价之宝 然后来聊一聊好多朋友问我关于硅缸有油膜的问题 首先我不知道硅缸上面漂的那一层是不是真的叫做油膜 我所观察到的大概就是一些灰尘夹杂一些脏东西漂浮在水面上 我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影响水质 我听有人说漂的多了可能会影响水体的溶氧度 咱们就不深究了 直接说解决办法吧 很简单 就是拿这样一个矿泉水瓶子 从中间截开 然后在侧面切出一个小口子 然后平放到硅缸里面让表面的水流进瓶子里 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油膜的问题 还有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 就是让过滤的水流去击穿油膜 这样的水流在达到消除油膜的同时 还能达到给水体增养的效果 真可谓是一箭双雕 然后就是好多朋友问我 水底的脏东西水泵吸不走 是不是水泵的功率不够 脏东西吸不走主要是因为没有形成良好的水流 你光靠一个底吸泵 想要吸走硅缸所有的脏东西 那估计需要一个连硅都能吸走的功率 所以大家还是想一想 怎么能让自己硅缸里面的水冻起来 实在不行可以买一个像我这样的灶浪 水不动起来我们就让它浪起来 我这个是因为之前刚换过滤的时候 它的管子不够长 没有办法改变水流的方向 后来我换了一条长一点的管子 基本就用不到这个灶浪了 总之就是要形成良好的水流水流水流 OK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还有什么问题等我想到了 或者是有朋友问到了 我们再聊吧 喜欢视频的小伙伴就嘿嘿嘿 Find the cute my friend